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继续再说Sora对世界的影响 其实Sora发布之前 其实我们注意到苹果也发布了它的头显 它对头显VR前面热了好几轮了 它第一次在热的时候 是一个纯的电子技术方面的事情 到再下边热 它热了一波元宇宙 我写的我的平台博弈对元宇宙也做了一些分析 元宇宙它实际上建立了什么呢 各种视频的规则的专属VR 你要注意到是什么 它既有数字的虚拟币 它也有FT的虚拟产权 它还可以有虚拟的各种各样的交易体系 其实元宇宙对交易体系的建立是很厉害的 当时Facebook去压住把它自己都改成了Meta 现在实际上这一轮的话 等于是苹果在于它的增长点 它压住在VR的头显上了 其实压住在VR的头显上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就是说什么 这个OpenAI发布了SORA 这SORA其实在这里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前面那个元宇宙这个概念 热完了以后它就冷了 它热完了以后冷了的情况是什么呢 它就是它这个的素材啊 不太好办 它的素材 它的收费 它收费这个体系是建立起来了 但是呢相关的这些产权啊素材啊 怎么交易啊干什么的 尤其是呢这个视频的数量呢很有限 尤其你做这个VR的这个视频啊 对于这个拍摄呢 它要求很高 因为那种立体的情况下 它要求你的那个多角度的摄像机啊 干个什么的 但是你想想 咱们仔细算一下啊 如果有了这个人工智能 有了sora的 虽然sora到现在做的 很多时候是平面的二维的视频 后来它你也说也能做三维的了 对吧 你要把这些视频能快速的生成 如果它能很快的 人工智能的二维到三维 你想去创造这样的视频 就变得非常的容易 这样的视频呢 可以大量的诞生 那么你这个头显就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做过这个VR的项目 做过VR的项目啊 其实中国人很多的 对这个头显的体验比较少啊 其实现在呢 我们国内做这个头显的技术 也很成熟 比苹果便宜多了 你用这个头显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是什么 它的这个视觉的效果 还有的听觉的效果 它的立体声啊 是可以跟三地影院相比的 甚至的话比三地影院还好 你像早期的时候 让你去什么四地电影体验啊 还有点其他的什么震动什么的 哎呀它都是让你戴一个 类似眼镜的东西 对吧 现在呢它对人呢 可能难受一点的就是啊 你要戴着这个眼镜呢 可能体感不是那么舒服 但是它会很快的迭代和进步 真正的不舒服不舒服 不在于你体感 在于什么 你那个整体的感受 前面我们也说了 我们视频时代 看短视频 电视机不要了 你戴了头显就变成 每人戴一个头显 你往那个床上躺着 这个看你什么样的状态 看都可以啊 你可以找你舒服的状态嘛 对吧 而且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啊 它跟前面的这些技术 它会结合在一起的 我一直在说 你要在结合 你像的话呢 元宇宙建立了各种样的 这种虚拟的人的状态 Chair的GPT又可以变成什么 有各种样虚拟的表述 然后呢 再加上的话呢 你这个Sora出来 它又变成了一个数字的影像 你要知道这个发展非常快 而且数字的影像 这样是把这影像展现给你的时候 让你更多的沉浸式啊 你像你这样戴了头显 你是沉浸式的话呢 那么的话 苹果提供它的头显 对吧 苹果在这事上的话呢 它就像这几个公司啊 我认为它这些东西 在同步的这些行为 也不是简单的巧合 它有它呢 中间必然的一些联系 而且这个头显的时候 它带的差别是什么啊 你因为你这个Chair GPT 你可以抓住各种样的图像 然后根据这种图像呢 进行编辑和创作 我们要说下边一个故事了 产权怎么算 就是你人工智能产生的这个产权怎么算 我们这么讲 人工智能的话 现在在法律上讲 它基本上呢 不觉得你这个人工智能的创造 它带有知识产权 所以这时候你创造的这些形象 这个原始形象的产权非常重要 就是很多时候你看那个场景啊 照片啊 这些图啊 它可以会变成什么呢 你人工智能创作的一个素材 而你这个素材怎么来呢 作为它人工智能 它一定是个数字化 电子化 然后从这系统中抓 从整个你有的体系来抓 对吧 你这个 从这些体系来抓的时候 你就可能是什么 就是在人家的产权体系下呀 我就做了什么原来的这些 放在这的原始场景 可能就会被你这人工智能呢 反复的编辑啊 反复的编辑 反复的交钱 知道吧 反复的分钱 而这个分钱的话呢 在以前可能会变得很复杂 就是说你这怎么分 你这中间用了一些很小的元素 很小的素材 你的多方的整合 但是现在你要说 作为一个电子系统就很容易了 尤其是做这种数字产权 它分的很少的钱都可以 它可以分的 甚至比你这个货币单位还要小 对吧 一美分 一美分以下都可以 但是我这里头 架不住我综合的各种元素多呀 它的那个元素引用到了 而且它引用到的层级也多 不知道转多少层呢 这个以前的话呢 你这个纸面的这种版权很难说 所以看着它是什么 一方面你看它洗稿 你的很多的内容啊 被Chair GBT洗稿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它的数字在收费版权上 它在跟上 因为你这个文字啊 文字的组合有限 它把你的文字说得很像的时候 你不太好说它是个洗稿 但你图形可不一样 这个图形啊 这个元素的组合就比你文字要多太多了 你这里头某块的图形用了它谁的原始图形 对吧 而且有时候你离不开原始图形 因为你离开了就不像了 因为你离开了就不像了 就不是那了 就不是怎么怎么着了 你还必须要像和这个文字呢 就有非常大的区别啊 同样描述一个事情上的话呢 你文字可以写出多个角度 每个角度的描述都是单独的版权 但是你这个图像 你照一个人像人脸 照一个什么东西的图形 照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创作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照的 对吧 它的原始的那东西呢 它都是有版权的 因为你这个文字呢 就不太容易了 文字你去描述一个什么样的创作 你看见了什么什么 你就不太好收了 所以它知道 它这个法律版权的边界 我们为什么再说 它这个结合了以后啊 它背后它一旦还有了 这个数字产权 数字产权的数字货币 数字收费 它就整个让它这个虚拟世界的生态 它在逐步的在完善在全 你看那个元宇宙做不起来 就是因为它你元宇宙建了这一套 这个数字产权系统 我当然一直说 这元宇宙的东西 真正的差别是什么 它这是一套数字产权虚拟交易 虚拟空间的系统 它建立了它的工商局 它建立了它的税务局 它建立了它的公安局 也就是各种身份什么什么的 但是这建了以后 你没东西还是荒漠 但是你看现在有人工智能了 它那个荒漠就填起来了 你原来的这些素材呢 它被它选中以后 就可以付费了 但是这付费中间啊 差别大的在哪儿还有立场 对吧 我到底选谁 我中间其实它也有它的规则 可以加进去嘛 在这时候选的谁 选的谁多 谁是明星 谁收的钱多 都是不一样的 而这时候呢 中间它就需要是什么 展现给你的时候 它VR在升级 其实前面做那个元宇宙的时候 也提到了VR 但是你戴上了VR以后 你会发现 那VR的这个三维场景 你能看的东西并不多 你要是说的 你拍视频 拍摄把它变成个三维的 比较困难 变成一个当时人的合成 当时呢 咱们做元宇宙的 我在风华卫视的时候 当时做过相关的话题 那时候你说数字合成 合成一个当时说邓丽君的形象 就类似一个艺术明星的形象 那现在的话 你那个人工智能的 soro啊 就变得很容易了 但是这时候你发现 这你合成谁的形象的时候 这个形象的版权 那数字版权 因为它是根据它数字来的 根据它原来唱的歌来的 这个版权交易体系 是可以做的 而且是非常复杂的 都是在网上的 而且它可以按照你看一次 你就拿着这个看一次来付钱 而且因为这个头显的好处是在哪 你要知道 你头显你用眼睛看的时候 它这个看了什么东西了以后 它不容易像这个电视那样 你去录屏啊录制啊 什么盗版的 你盗版很困难啊 因为它好多的东西还在云端呢 也不在本地 它的显示的东西呢 怎么合成的等等 它对你这个版权的保护呢 模式也不一样 所以啊这个事啊 技术在不断的迭代啊 而且现在苹果卖的很贵啊 然后呢当然也有果粉在炒 下边的话呢 这个VR的话 其实中国生产VR硬件生产的很好 但是你要是说啊 没有了像这个能制作内容的软件支持 你的硬件产业最后也是要走不起来的 而制作内容的软件呢 它又跟这个人工智能关系很大 所以像这个Sora的发布啊 就是说带动万一市场 我们这种市场还不光是说 原来的影视啊表演啊 什么什么的 它带动来的是什么 它整个全行业的改变 它的分配 它的产权体系 以及呢 我们说了这个跟以前的一些概念 这些什么元宇宙啊 头显啊什么的 VR啊什么的 它实际上是相关联的 中间呢 也会有轮回 有复活 有发展 是这么一个关系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